敌基督的意思不是抵挡基督, 他的意思是替身基督, 像是弥赛亚的替身。 我们知道,替身基督会声称能够给世人平安和保障, 刚开始会受到欢迎,因为他办得到。 各位,你有没有想过, 耶稣第一次受到撒旦试探的时候, 撒旦说要给他敌基督的职位? 撒旦说,你向我下跪,我就将世上万国赐给你。 耶稣如果接受,就会变成敌基督, 将来有一天会有一个人接受撒旦所提供的职位。 成为替身基督,撒旦会赐给他掌管万国的能力。